我们来看到包括这个像是 陶温明一经会董长永永老师 他也对于柯文哲 他不提抗告的这个部分 他觉得到底是 葫芦里卖什么膏药呢 因为他说柯文哲的作为 当然也要看整体的社会氛围 如果觉得被政治迫害 被积压境界却不抗告 或是交保也都拒绝 那么这就是另类的甘地精神 但如今我们社会上 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氛围 只能说是柯氏的奇特回应 所以有老师认为 不知道柯文哲的葫芦里卖什么膏药 而吴子嘉董事长呢 就说民众党其实在玩的是两手策略 全台开奖打的是仇恨牌 那么柯文哲不抗告打的是悲情牌 不过他说此举对于柯文哲的 法律诉讼过程是不会加分的 而且他不只会被积压两个月 一定会延压到四个月 而且柯文哲在四个月之内 会因为金华城案被起诉 百分百被判重罪 那柯文哲未来是不是会采取一些 比较激烈的做法 上个星期吴嘉在我节目上就已经特别提到 说叫他绝食啊 不可能 他说柯文哲如果要绝食 早就做了 劣势英雄人物才会绝食 他说但柯文哲不是这种人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呢 这个是雅虎入口民调 做了这个关于金华城案 对柯文哲被积压禁见大家的看法 好结果做出来的结果是将近五成 百分之四十八点四的民众 是不相信柯文哲的 好另外一提问的是 民众党发起全国开奖声援柯文哲 好就是那天 在星期天晚间的时候 他们说来到现场的小草 大概有两万人 这民众党声称的 你认为是否有所帮助 挽回民众党的形象呢 结果破五成 百分之五十二点六认为 没有用 无助于挽回民众党的形象 好那我请教波基 如果民意是这样 我先讲 纵使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走街头路线 这也未必会对柯文哲那么有利了吧 不会啊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民调 对柯文哲很有利 真的吗 民众党支持度才十% 这个民调有将近三成相信柯文哲 是民众党支持者三倍 表示民众党现在大幅增加了 可能有一些蓝军的都会同情 就是因为现在司法 他们会觉得对啊 这个就是司法迫害 尤其你看像肖续成 你觉得蓝军的会同情 会啊肖续成站上去 支持者 肖续成站上去讲马英九这一段 大家就会有共感的 我是说在 他们不是支持柯文哲 是认为柯文哲被迫害 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 说柯文哲有没有追逝一回事 但是柯文哲的司法待遇 是另外一回事 比方说今天他穿着这个 蓝白托的画面出来 你知道还有网友说 哎呀他鞋子太小了啦 那个托也太小 陈佩吉姬双大一点出去吧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那个观感的部分 跟我知不支持是两回事 所以你知道你还问说 金华城案你还愿意相信的 还有三成我都觉得非常高 哎我老实说 我像以我来讲 我看到这些至少在 这个柯文哲 你不要讲有没有收贿 但是在图力这个部分 我认为柯文哲 确实是涉嫌重大 就是说他在主导 这个案子的进度里面 柯文哲有很多话没有讲清楚 尤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市政 慢慢的被揭露出来 柯文哲确实是不容易 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还有三成 这个对柯文哲非常有利啊 柯文哲的总统选票 三百多万票 也不过就将近三成左右啊 对不对 他那时候还两成六 那表示 哎柯文哲的底没有跑哎 这个这个这个当然 那现在的悲情诉求 一直加码下去 会不会越来越高 呃关键还是在于说 民众党有没有办法操作啦 那我是认为这个这个 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啦 就说这个他这个支持的能量 我觉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也不会过去了 也很难靠过去 因为现在等于是在测试 民众党他还有一个底盘 嗯 而这个底盘 现在民众党经过礼拜天的那场 这个街头 街头上的这个群众动员之后 他们会发现哦 现在他们还有能量可以运作 你照时代力量办一场 这样的活动看看 办不出来 撑不起来 办不出来的啦 那时代力量再去就去骂人家说 你是邪教 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啦 因为你连邪教都比不上 哦就这么简单 所以对于一个 时代力量只剩睡觉 对于一个政党 就是说政党来讲 他还有能量 他就能够继续支撑下去 那现在只是说 他他没有办法变大党了 他的能量就没有办法变成 2028或什么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但是现在的柯文哲是并没有所谓的崩盘 还有我想那天还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柯文哲 其实对柯文哲来的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了 我自己都觉得我看到这个民调 我是觉得哇很讶异 我还有那么多人愿意相信 那也换一个角度我们去想就是 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的政府跟司法检调啦 这其实是一个对比 就是说赖政府跟司法检调 尤其像上礼拜有发生一些什么 党检议题啊这些事情的乱七八糟的 什么民进党帮北检去澄清啊发言啊 这些东西都会让很多 本来他其实不见得喜欢柯文哲 但是他在司法的公平性里面 他可能愿意声援一下柯文哲 所以这样的民调他没有办法 这不是民众党的支持度的民调 这只是在问说 你觉得他这样办有没有什么帮助 你只要我讲这种民调 你只要比民众党的支持度来的高 对民众党都是好事 现在民众党拜托我 最近有一份是8%耶 美丽岛电子报上个月的那个 还没有爆发收押的事情8%耶 所以对于这个 我觉得这两份民调我怎么解读 我都觉得对民众党就是大好啊 所以就表示他们正在凝聚这个政治能量 而这个能量是会扩散的 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对 如果对政府不满 对司法检调觉得不公 那这个两个能量汇集在一起 会需要一个出口 而柯文哲要不要扮演那个出口 可是这个出口不代表要去支持 只是说对你看就会开始抱怨 你看司法检调乱办 你看柯文哲被迫害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说柯文哲这个人是好人吗 我也不觉得 我说很多可能 尤其像这种泛蓝体系 可能是这样的思维 那他们只是觉得柯文哲接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也许下个礼拜 因为每个月的大概中旬 大概陆续就会又有一些民调又要开始出来了 像这个邮老师的这些政党制度 这个会比较明确 如果跟上个月比 因为上个月其实已经是跌了 那这个月如果再往下的话 那当然对民众党才是一个比较严苛的考验 那如果他就停住了 那就表示 这一波民众党的政治操作是成功的 就至少他把那个之前的假账啊 什么政治现金啊 商办啊这些东西直写 确实你可以看到 民众党现在的氛围反而是 一党和气啊 对啦 你看那天蔡壁如跟周渔修的拥抱 然后呢这个黄珊珊 即便他被停权 可是呢还是一样这个 每天什么接送陈佩琪的啦 或是说黄国昌每天这样 上节目去讲说 啊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会觉得 这个政党反而因为柯文哲的司法案件 导致原本的 你知道原本动的爆料 斗的乱七八糟 对然后爆料的爆料怎么样 所以现阶段反而是让民众党 从一个混乱的局面变成 我们只能独尊柯P 可是相对来讲 他们的能量反而是凝聚起来 只是说这个能量 这个叫短多长空 因为你能撑多久 尤其关键就比如说 柯文哲的如果 北检的起诉的时间出来 他起诉书里面写了假设啦 真的有金流 真的有怎么样 有什么有什么的时候 那会连带着民众党 现在的打鸡血的 这些政治操作 就会一次坏败 就关键还是在于说 这个案情的本身 他北检掌握多少的市政 掌握多少的人政 甚至乃至于 如果真的有一个所谓的 污点政人咬说 对柯文哲收了我多少钱 那柯文哲就一刀毙命 所以关键在于说 柯文哲要采取政治攻防 前提是你要能确保 自己是清白的 只要你今天有收钱 就像陈水扁 陈水扁当初被压了两年啊 怎么样都是一堆奇怪怪的人 去要救他啊 什么邱逸凌去踹门的啊 有没有 然后什么的 就是那个举动 赢不起社会共鸣 有一个人就一直要救阿扁 可是呢 包括柯文哲在内嘛 那可是没有引起 大部分民众的共鸣 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陈水扁当时真的做了 他自己都说 他做了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情 这就不会 没有办法引起动多人的同行 所以案情才是关键 现在是因为 你从五宝请回到积压 一个天长一个地狱 那个才司法同样的卷证 从天堂掉到地狱 只需要三天 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会觉得 司法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去检验柯文哲 现在还看不出来 尤其金流的部分 目前确实就是 所有的法院的裁定 都还没有明确的指出 柯文哲有所谓的金流 收费的这个市政 那这一块我认为才是后面 如果真的被突破 如果真的有所谓污点证人 如果有人去咬柯文哲的话 我想这个对民众党 对柯文哲就会是一个致敏想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X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走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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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